好,下一位,我們請務醫政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太高走 主席麻煩請羅部長 羅部長,請 部委員好 部長好 我想從這個禮拜一的高雄監獄大聊事件 我今天其實要跟你談的是我手上一個陳情的個案 就是在去年12月發生北間 有一個受刑人,就是林偉孝 那他在北間呢,其實後來呢 在死亡的時候呢,是發現他是被綁 用鐵鏈綁在走廊上 頭戴安全帽,然後是死亡 那這兩天呢,本席從 已經拿到的桃園地檢署的香驗屍體的證明書 死因上面其中有一點很清楚 就跟洪仲秋的死亡原因是一樣的 橫紋肌溶解,呼吸道外部阻塞 知識性窒息 意思是說,他是有可能就是被虐死的 當時本席在這個12月的時候 讓這個矯正署回應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也當同時要求,希望除了所謂司法調查之外呢 我們的矯正署其實能夠去追究相關的責任 到底誰去虐求 是我們的管理員,還是是有所謂的管教不當 還是有所謂的受刑人介入去虐他的同樣的收容受刑的受刑人 那到今天為止,部長我問你 這件事情你知不知道有任何人也一樣像熊姦一樣這樣子的人員有懲處或被追究嗎 報告委員,我只知道他現在檢察官已經紛爭之案在偵查 我說行政責任啊 對,在行政的部分 我當然知道地檢署啊 地檢署如果不追辦的話,那地檢署的講官該下台啦 是,那關於行政懲處的部分,是不是請署長說明 到現在為止,我好像沒有聽說有任何一個行政相關人員有被追究責任 誰該負責,一個人死在監獄裡面,卻沒有人在負責啊 報告委員,這個問題哈,那個,我們不是行政 你至少我告訴你,你不要,我還是先提啦 行政責任部分,沒錯,我們現在還沒有,沒有做出懲處 但是呢,我們要預計,這個地檢署他爭辦的結果 這種事情你又懲處那麼慢 社會矚目案件,高雄監獄事件呢 一下子殺出截囚事件的時候,你又懲處那麼快 我記得本席昨天的時候,還到了高雄監獄 還有好幾個管理員,認為懲處太怪了 事情沒有調查清楚,他認為對於你懲處的事證 跟理由他不符啊,你在熊間的這個懲處的標準 為什麼跟在北間的這個懲處標準不一樣 速度也不一樣,剛剛幾位委員質疑的是 我們哪,真的是法務部很糟糕啊 特徵組辦案,藍綠標準不一樣 我們連這個監鎖啊,對於這個相關的失職追究人員 標準速度也不一樣 署長你告訴我怎麼辦 這個北間到現在沒有任何一個監鎖的人 該去負責 連一個簡單的報告都不用寫 還等待司法調查 現在司法的動機只要有去問的 都說你委員關說 都說你相關人員關說 你這件事情就石沉大海 就只是因為這個死亡的人 是受刑人,是重刑犯 他就該死了嗎 法委員,絕對不是這樣子 這個案子一直到,進行到現在 我們都密切在注意這樣的事情的發展 我要特別向委員報告 你們啟動行政調查了嗎 都沒有嘛 我知道你們沒有啟動行政調查嘛 當然要 你們都推給司法嘛 相關的人他要負什麼樣的責任 說實話啦 對於你們遇政改革 我們都可以理解跟同情 可是當有一些相關 因為管理疏失,管理所造成 甚至是不是管理的不當 甚至是不是管理上的惡意的虐求 或是管理上惡意的行為 所造成的不法事件 這本來就要去查清楚的啊 不過要再說明一下 就是說我們故意去虐求 這件事情 我沒有說你們喔 我說你要查清楚喔 而且如果今天是同樣是同房的受刑人 同樣是虐待的話 你們自己的管理員也要查出來 是誰下的手嘛 我從來沒有說一定是管理員 但是死掉是事實嘛 這個一定會 綁在走道上 用一個鐵鏈綁在脖子 貼在牆壁上這樣整個死亡 而且你們承認啊 你們施以所謂的保護固定的那個用鐵鏈 這個是借據嗎 然後呢接下來你們給他固定的時數已經超長超時啦 這個基本上就是保護管束不當嘛 你們這個已經過當了 我只是沒有去質疑你們說你們是誰 在建議執行 他因為經濟上有問題 我們是還是 我們送到台中 就像熊姦一樣 最後都是死掉的六個人 他自強的時候監視畫面也不見了 反正就不要管 死掉的人都不管了 不能這樣子啦 你們這樣子談鬱陣感 有什麼時候能做真的 這絕對不可能 不可能這樣子喔 那我要向委員報告就是說 我只要問你啦 什麼時候展開行政懲處 你們到底開始了沒有 當天值班的 從前一天晚上開始 到當天死亡的時候 有哪些管理員是該負責 有哪些人是本來應該是注意他的保護借據 而沒有注意 然後放任他在那邊窒息死亡 橫文基溶檢 跟洪仲秋死亡的密模一樣 你這樣的狀況你難道不用去追究 不用說明嗎 你這種東西不用追究嗎 你最後就只是一句 聽北見的那些典獄長說 反正司法調查了 不關我的事 可以這樣嗎 沒有這樣說不關 你要不要回去 你承諾嘛 你回去調查要不要 當然要調查 這個一定要 你從來沒有開始 你告訴大家 就是這個原住民 他該死是不是 從來沒有展開行政懲處調查 絕對不是這樣子 熊堅是因為社會主謀案件 大家看到了 所以你們不得不懲處 還搞得大家臭懲處名單 雞飛狗跳 回去 可以展開調查嗎 可以三天內給我一個基本的報告嗎 到底你告訴我 到底前兩天前三天是哪一個管理員負責 到底是誰決定施以借據 可以嗎你告訴我 可不可以 你告訴我可不可以 三天兩天說要提出這個程序的報告 那你告訴我可以嗎 多久 我一定 我們一定 多久 現在我沒辦法 署長你告訴我多久 我告訴你 如果你今天不給我回答 我告訴你這個案子 我絕對不會罷休 那當然這問題 假如相關的有刑責任 他還有負刑責的嗎 什麼時候可以告訴我 你可以回去調查 可以告訴我答案 當天應該負責的 前一天應該負責的 誰負責 是以保護固定的 借據誰決定的 你告訴我這幾個答案不行嗎 你在保護誰 你在維護誰 沒有需要保護任何人 你在保護誰 你在維護誰 但是我們也不要 也不要無望無重 不要讓我們同仁 他們真的是在 所以你要 所以你要跟我講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是啊 精神病患 我都告訴你 二次三次的 我告訴你 當時是自殺的情況之下 難道他該死嗎 難道他綁在牆壁上 用鐵鏈固定 他該死嗎 你告訴他該死嗎 絕對不是該死 是 絕對不是該死 所以署長 我們為什麼關心他 絕對不是該死 所以 你就要告訴我們嗎 誰 下的決定嗎 誰怎麼樣過程嗎 誰怎麼樣過程嗎 沒有 不可能這樣子嘛 我們一定要把事情 用清楚 難道不用負責嗎 難道不用負責嗎 署長 我從來沒有說不負責 該負責的 包括這樣的 行事責任 行事責任 還有行事責任 都要負責 誰都不能逃避的 你等一下 檢察師在不在 不要落跑 不是不關你的事 來來來 檢察師長 張市長請 我問你喔 像你們一般地檢署 你們這個司法行政的相關的檢查的行政作業裡面 如果說相關的這個行政人員 如果在查相關的責任的時候 你們檢察師會給相關的法律意見嗎 不會 你們是幕僚嗎 部長的幕僚 部長市任幕僚 相關行政部會的司法行政的幕僚 要看看這個議題 那如果這個問題我問你 我不要問地檢署 我問地檢署 又變成我官書 我關心個案 我要查進度 我可以問你們嗎 這個進度 你們知不知道 他 預方的這個 懲處的進度 我只要問地檢署 現在有沒有在查 有沒有在動就好 我不關心他查的實質進度 有沒有 可以知道嗎 地檢署是在分案調查當中 那有沒有開過幾次庭 我可以問你嗎 這個我們平常不會去這個 問那麼詳細的這個 可以知道嗎 程序 可以知道嗎 要了解當然可以了解 可以嘛齁 好 那就到時候 連同那個矯正署的部分 給我回答 謝謝你們都下去 兩位下去 部長 部長不好意思喔 因為其實 監鎖了 這件壓案子 其實我記得第一天的時候 由委員 今天的代理 剛剛的代理主席 他其實也有提到 就是北間的死亡事件 我只是要讓你知道 有很多的這個死亡事件 很多的監獄的弊案 其實我們大家都只是 冰山一角 沒有人去放大他 只是因為結球 剛剛好 整個事件的過程 媒體都關注到 所以你們動作那麼快 你們的調查報告 有沒有講清楚 大家關心 可是不代表只有高雄監獄 這些人 就應該要調查清楚 只有這些人 該被懲處 也只有這些人 是有所謂冤屈 沒有這回事 每一件死亡 每一件的這個 這個預證改革 都是應該讓我們去看的 部長 我現在要問的 不是預證的部分 是另外 想問你 你在今天的報告裡面 有提到的一點 就是關於 查扣犯罪所得 在你的報告的事項裡面的 大概是第一段 查扣犯罪所得 大概是82億 其實我想問的是 在去年的整個 食安事件裡面 我們其實有針對 有一些相關的人在討論 就是說你對於一些相關的廠商 犯罪的廠商或是犯罪人 那當然針對他們有一些 你可以查扣他帳號 不管是不是叫做所得 犯罪所得也好 你查扣了相關的帳號之後 你查完的那些其實是犯罪所得 可是那些犯罪所得 基本上對於被害人將來要求償 事實上沒有辦法直接求償 因為那個金額如果說沒有辦法量化 特定的被害人求償的話 最後會回到國庫嘛對不對 你有沒有 因為其實我們看到的 這麼多的類型裡面 有這麼多的犯罪所得 你認不認為其實我們將來 是不是應該建立一個機制 針對這些所謂查扣的犯罪所得 有沒有可能適當的變成 怎麼樣把它變成不要歸到國庫 可以適當的將來 針對特定的犯罪類型 讓他成立一個類似犯罪被害的 不管是補償基金或者是其他的 將來要去把這個制度裡面 讓他可以推動更好的一個 類似基金的一個來源 或是甚至就是直接賠償被害人的 一個金錢一個來源 你覺得這個修法有沒有可能 因為你在今天的修法都沒有談到 我覺得有可能 事實上我們也有些部分 已經朝這方向在努力 比如說如果是販毒的人 他的犯罪所得 是不是也應該要提拨一部分 作為販毒的基金 或者是說食安的犯罪問題 那被害 那個加害人他的犯罪所得 是不是也應該提拨一部分 這去年食安法 你們法務部有建議這種類似的修法方向 不然其實按照現行的刑法 跟刑事訴訟法 是不可能把這些扣掉的錢 整個發還給相關的被害人 甚至不特定的消費者 都不可能拿到的 對 現在法律上沒有 但是實務上其實檢察官 常常就會協調 比如說如果是一個工廠的那個 比如說基欠工資的情況之下 檢察官也會在跟銀行協商之後 在一個確保能夠支付工資的情況之下 把一部分查扣的解凍 可是不是普遍的債權人嘛 對 不是普遍 受害人都不是普遍能夠從這個查扣的所得裡面去求償 對 如果要普遍就需要法制化 那可能就是我建議是不是部長 你把這一點帶回去研議一下 因為這個其實涉及到相關特別法 他們要推動的時候 有沒有必要在特別法去處理 還是說我們直接在相關的 沒收犯罪所得的機制裡面 在刑法也好 刑事訴訟法 或是其他的像我們檢察事務 還是將來跟司法院看怎麼樣去會嫌 把針對這個部分能夠好好的處理好 那我們針對你們現在 逐漸的在查扣相關的犯罪所得的績效裡面 才真的能夠回饋到相關的制度裡面的被害人 或是能夠把這個制度裡面補償機制給他建立好 這樣可以嗎 好 那就麻煩你 那部長你先請回 那個主席可以幫我 就是請那個局長上來好不好 調查局局長 王局長請 那個局長喔 我其實前幾天有跟你調一個 關於104年的這個縣市首長的 那個查會的紀錄喔 可是後來發現我少掉了一個縣議員 就地方選舉 應該說包含2014年的所有的這個查會的案件 可不可以請你就是事後再把 不只是縣市首長包含地方議員所有的案件 包含起訴 為起訴你們調查站移送的這些案件 好 給我 我不是要地檢署的案件 我要你調查站的 沒有問題 可以嗎 你們甚至有時候你們有傳喚傳訊已經有類似 你們有些立案的原則嘛 立案之後呢 結果後來你們不辦了 你們說不成案回去 都喊在內說明清楚 可以嗎 可以 但是我要跟委員說明一下 所以我們這個會選的情資 我們都是提報到地檢署的 沒關係 我對你 因為我好奇你們調查局到底問了哪些 因為我們在地方上非常多的都是 你把人家叫來了 最後不成案 到底你們是立案不成案 還是後續偵辦不成案 還是併案不成案 我要知道你們調查站 你們到底地方的地方 所有委員要的資訊我們都可以提供 你叫你們調查局的部分來說明 可以嗎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因為其實我拿到的縣市首長 其實大部分是以地檢署為主 那可能是我助理對於這些分類統計的資料 沒有什麼特定的要求的概念 我現在說得很清楚 就是你調查局可以嗎 沒有問題 那麻煩你再會後再提供給我 那第二個今天在部長的報告裡面 有一件事情我想提 可能大家都不容易注意到 就是你現在有配合國安資通的辦公室 跟行政院資通安全辦公室 有建置所謂持續性的資安威脅防護 強化資安防禦作業 我想冒昧問一句 我們現在相關的國安法 或者是相關的法律法源 已經確定把我們對於這個所謂的 防止國外也好 我們自己國內的駭客 對於資訊安全 去攻擊我們現在的任何政府主機 或是控管的任何的公共設施的主機 或是我們的耗製或是私人的這個醫院的主機 像類似這樣子的網路 也不能完全講網路犯罪 因為如果層級再高一點 它如果攻擊到水庫 水庫的機房 可能就會影響到整個的國家安全的部分 社會安全的部分 我想說這個業務已經確定是你們的業務在負責了嗎 這是我們站在這個政府保房的這個立場 那麼如果說我們公部門的這個機關 有受到駭客的行為 那麼需要我們來協助調查或解決的時候我們才介入 那如果說不是公部門是私人機關呢 私人機關這個因為牽涉到告訴奶論的問題 他們要提出告訴請求協助 才會有你們介入是不是 那如果是如果涉及到說 如果是這些網路駭客 持續性的是來自海外的一些駭客 或是恐怖團體的攻擊 那這個部分是屬於你們的職責 還是國安局的職責呢 這個是國安會它有一個小組 可是據我知道國安局 國安會他們對於所謂的資訊安全的部分 事實上有時候不完全是負責所謂的犯罪駭客的那個整個防護 我的意思是說持續性的 因為行政院也有一個資安小組也是在處理這個問題 那你們不覺得法令應該要稍微清楚修改 或者是因為其實很久以前我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但是礙於一些相關法令但是權責不太清楚 所以我才確定你現在的部分是負責國內的機關的資安的維護 只是被動的個案不主動的防護跟監看對不對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能量 好 那你們有沒有評估過 如果變成是主動的防護跟監看 對於整個不管是海內或海外的這個恐怖攻擊也好 駭客的駭進我們公共事業的一些相關的主機資訊 或是跟我們重要的交通建設 或是重要的機場相關的管制 這些業務你覺得應該要在哪個修法裡面去處理 是有國安法然後不屬於國安局 還是是你們相關調查局的組織業務裡面可以去處理的 這個可能要做一個整體的考量 那如果要整體考量 你可不可以把這件事情帶回去 然後可以幫我們研議一下 看這個東西是由哪些機關單位 來去做相關的修法 這樣子的話會比較好可以嗎 可以可以我們可以 我們帶回做研究 所以有必要如果要邀請那個總統府 就是國安局或國安會員那邊的相關人員 列席的話也麻煩你們通知可以嗎 這個事實上是沒有問題 還有就是資安辦公室這幾位 大家都非常重視的一個問題 好那就麻煩你把這些 因為我看到你有在談到資安資通的部分 那就把這件事情你帶回去 因為我認為權責不清楚 我認為我們政府除了所謂的陸海空這些傳統的軍隊之外 所謂的虛擬網路的這個所謂的一個防護的防護牆 那個防護牆到底要怎麼建置 不是單純所謂資訊安全這樣一個簡單的商業文件 或是一個所謂法律的字句就可以解決 要談資安資通其實有時候上是上到國安層級 下是下到社會治安犯罪的層級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聯繫 可能請你說多幫忙一下 因為我看到你已經先有這個業務報告的說明 所以麻煩你就回去 然後看看聯繫相關的單位會同會顯 然後去研究一下看 至少開個一兩次會了解一下這個方向好不好 我們這個問題有研究過 但是是國安會再召集相關單位研究 沒關係就麻煩你們就是整合一下 把這個資訊把這個報告內容給我好不好 好沒有問題 大概應該怎麼樣的方向修法 或是業務怎麼分配會比較好 可以嗎 可不可以包括我們的建議事項也可以 可以 謝謝 以上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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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